艺术作品浑然天成栩栩如生 国宝级雕刻大师朱铭 今年四月走然离世 但他遗留下的作品 起获可居 不少不孝人士 制作艳品贩售 抹取不乏所得 而现在连分辨作品真味 都成为艺术界一大话题 朱铭文教基金会 从2005年开始 提供朱铭作品的鉴定服务 没想到现在却引发争议 被质疑鉴定 根本不专业 朱铭大师本名朱川泰 一身艺术成就斐然 太极系列与人间系列作品 引起轰动 其中作品单边下市 最高行情价更高达7000多万 而朱铭文教基金会 拥有正位鉴定证书的发放权 作品在二手市场买卖 如果没鉴定证 交易价格就会被压低 但朱铭生前好友邱章 认为基金会鉴定 早已失去共性力 朱铭基金会的鉴定服务 一次要价10万 但先前基金会 才因鉴定出错 衍生出收藏家与卖家的官司 丑章更说 如果作品是朱铭所创 他只是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怀疑基金会将鉴定时间 拉长三到九个月 是为了把木雕翻模 做成铜雕 获得双重利益 更别提现在朱铭离世 作品真伪 就算通过基金会鉴定 恐怕也难以信任 我们也会针对 送来的作品的特性 邀请许多的专家 比方说木质的专家 或者是石头的专家 来一起做鉴定 基金会强调 鉴定服务会审慎管理 对于事务事件 也都有积极处理 但鉴定价格高 却评传争议 这下鉴定专业度 恐怕早被打上大问号 金新闻 吴迁城新瑞 辞房报道